诚意后援会辞职信引发恶意抹黑困扰 对于诚意后援会的辞职信 这被某些人利用编造谣言 试图抹黑整个粉丝圈 早在此前 诚意粉丝后援会因为某些个人原因 已经失信于粉丝群体 而非上途所示的虚假言论所指 这些水军的言论毫无根据 仅仅是为了煽动情绪和制造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诚意粉丝群体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 这种攻击在互联网上往往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诚意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粉丝圈的扩大和互联网言论的自由化 一些不实的消息和恶意猜测很容易蔓延开来 对公众人物的声誉造成潜在威胁 在此背景下 诚意粉丝后援会的职责被重新审视 后援会的主要使命是团结粉丝 以诚意为核心 如果后援会无法履行这一职责 那么他在粉丝圈中的存在意义也将受到挑战 更多的果果们认为 诚意本人才是他们聚集的核心 而后援会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必须 对于这些的深层分析 需要从粉丝文化 公众人物的形象塑造 以及互联网传播规律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诚意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艺人 他的粉丝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喜爱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体现 因此 任何针对他及其粉丝的不实指控 都可能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未来 诚意粉丝群体需要更加警惕和理智地应对类似 避免个别或言论被夸大或误导他人 公众人物及其后援会 也应该更加注重信息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以避免类似的风波再次发生 诚意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和现象 不仅仅是一个艺人 及其粉丝群体之间的关系 更是当代社会公众人物形象管理 和互联网传播规律的一个缩影 通过深入分析和理性讨论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类似 为粉丝文化和公众人物形象的管理 提供更多思考和借鉴 雀巢一直支持诚意 从未考虑过换人 诚意作为一线影视演员 近年来 因其在影视剧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和广告代言的成功 成为众多品牌的宠 其中 雀巢一样系列的长期支持 备受关注 雀巢在诚意事业低谷时 依然坚定支持他 这种稳定和持久的合作关系 不仅展示了品牌的商业眼光 也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诚意的代言路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某次云歌会之后 他遭遇到了广泛的负面评价和舆论压力 导致多个代言合约被取消或更换 雀巢一样 却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坚守 这种决定不仅令人感动 也引发了公众对雀巢品牌价值观的深入思考 雀巢一样系列产品本身的优秀品质 也是其能够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称 产品不仅口感出众 还能够为消费者带来身体健康和养生效果 许多消费者反映 他们的父母多年来一直信赖雀巢一样 这不仅因为产品的质量可靠 更因为诚意作为品牌代言人的形象认同和情感连接 在消费者心中 雀巢一样代表着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稳定 他们选择长期与诚意合作 不仅是看中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是看中他作为公众人物的道德品质和稳定性 这种品牌形象的建设和维护 为雀巢一样赢得了长期的消费者忠诚度和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 诚意本人也因为在困境中得到雀巢一样的支持而深受感动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雀巢一样的感激之情 并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品牌 这种明星与品牌之间真诚的情感互动 不仅增强了品牌的知名度 也为消费者树立了积极的购买榜样 雀巢一样与诚意之间的合作 不仅仅是一场商业上的成功 更是品牌形象和消费者情感的深刻连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带来了双方的共赢 也为整个市场营销领域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展示了品牌如何通过明星代言人建立长期的信任和共鸣 那么中国当年 我们有点击少许的关系 我们有点击少许的关系 我们有点击少许的关系